早起床七岁的吴小弟弟 严重绕疹疼痛不已 我们一开始也觉得应该也还好 他婆婆跟他哥哥 想要使徒把他扳证 可是孩子他觉得痛 他就是这个知识 我们可以忍耐那个疼痛 可是孩子是不会的 吴小弟弟一个多星期 只敢歪着头 尝试热腹和民俗疗法 却不见效果 辗转来到嘉义大林慈激医院 寻求协助 我们帮他评估完 我发现他就是一个叫做 最肩盘失序的一个患者 这时候我们操作的话 是利用毛巾 帮他做一个叫做 动态关节松动的一个方式 慢慢地把他最肩盘调整回来 当发生绕疹时 可以借由毛巾牵引 或是将手压在绕疹的肩膀上 再以另一手辅助施力 向前向下加压10到15次 以不痛为原则 有助于缓解症状 我们大概治疗4次 就正了 舒缓他 并不是用手直接帮他按 他是用毛巾 所以间接他可能的抗拒力 会没那么大 物理治疗师提醒 椎间盘卡住要温和地处理 不可立刻拉筋 试图去颁证 意识肌肉拉伤 造成二次伤害 严重也可能椎间盘受伤 建议绕疹要到复健科 接受治疗 大海新闻嘉义综合报导 再往前